探险家在波罗的海 发现了一个异形圆盘 外形酷似星际大战中的千年音号 回忆的是只要靠近这个圆盘 周围的电子设备就会突然失灵 专家怀疑是纳粹和外星生物 秘密研发的超先进飞行器 美国的水下潜艇系统 意外录下了一段奇特的怪音 深海中疑似隐藏着体积巨大的海底生物 更被潜水民众拍到多只触角 有着细长身形的不明生物 海底真有异形吗 2011年瑞典海底探险队 在波罗的海寻找一战遗留的残骸时 意外从声纳监视器画面中 发现海底有一个巨大的突起物 外形神似电影星际大战里的 太空战舰千年音号 一场不明物体边缘非常光滑 弧度完美不像自然形成 巨大的体积足足有三公尺高 顶部还有一个圆形孔洞可以直通内部 专家推测有可能是UFO 或者是纳粹藏在海底的命运武器 海底发现巨大圆盘的消息 一下子传遍各界 也登上瑞典媒体 引起全世界关注 大家都想知道 这个神秘物体藏在波罗的海 究竟有什么目的 为了找出真相 探险队准备二度下水 接近这个异常圆盘 看看有哪些线索 没想到当潜水器接近圆盘时 突然失去作用 船上设备也跟着失灵 但把船开离圆盘之后 所有设备又恢复正常 专家又发现一块神秘的金属 采验了一部分材质 发现人为成分很高 里头含有大量的钛 铁和萌等物质 有可能是来自宇宙中的陨石 难道电子设备失灵 跟这块神秘金属有关吗 根据申纳扫描分析 有专家推测 可能和纳粹秘密制造的 高科技反潜艇武器有关 当时纳粹确实研究过飞碟技术 还留有详细的档案和影像 但最终成功与否 全被列为机密 无人知晓 人类未能触及的深海底下 真的有另一个世界吗 冷战时期 美军在太平洋底下建造了水下监听系统 意外录道一段 诡异怪音 这个声音听起来令人不寒而栗 太平洋深海录音档曝光之后 有人说深海里头真的藏有不明生物 海底怪音音量大到3000英里外都听得见 目前推测海底生物的体型绝对异常巨大 起初声音的频率非常低沉 像是来自深海底部 接着突然开始上升 根据声音位置推断 深海生物还能迅速移动 有人怀疑会是它吗 6公尺高的巨大体型 尾部还有超长触角 无论是体型还是外观都跟人类所知的海底生物大不相同 庞大的体型和强大的力量似乎足以解释诡异的频率变化 神秘的海底世界随着深海扫描 又发现一个超乎想象的深海秘密 不该有建筑的地方竟然有一个超乎人类想象的一个建筑 竟然在旁边你看这整个海床是一片的平坦 是平整的 它突然间拔尖而起 海洋底部怎么会出现异常光滑的人造建筑 等别力尺放大 双塔高度超过一公里 比杜拜第一高塔哈里发塔还要更高 更极乐是说 这个海里面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周围都已经是 整个海水你看都是平坦的对不对 宝洁在海水里面到3000公尺 它是在3000公尺深的海底 所以它在这边 宝洁它至少底部是300大气压 人体在海底的最大极限是11个大气压力 想要在300大气压力底下工作 根本是毫无可能 如此巨大的海底压力 以科学角度而言 双塔建筑应该会从内部爆裂才对 在没有打地基的情况之下 还能助力海底不受洋流影响 实在不可思议 位置怎么样 它的位置在西津31度左右 而且在栏尾30度 因为这边如果从这个位置 穿过画一条线穿过地心 直接传出来 竟然是在 附近自他同一个位置 南太平洋和埃及之间 竟然在海底深处 有着神秘关联 莫非建造者是同一个人吗 吴斗勇偶在太平洋下方 又发现一个人造建筑 这次是一处巨型的机场跑道 放大来看 这个庞大的水下结构 其实很像我们现代的机场建筑 这些长条也像是飞机滑行起飞 或者降落的跑道 然而按照人类目前的技术水平 我们根本无法在1800米的深海海底 修建一个如此庞大规模的机场 从海底尖塔到海底机场 这些神秘结构的存在 让研究人员相当惊讶 也引发无数疑问 就等待科学 进一步解开背后秘密 感谢观看